17号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马昭旭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中美经贸关系吹风会 马昭旭全面阐述了 自2018年3月美国单方面挑起摩擦以来 中美开展磋商的有关情况 澄清事实真相 表明中方立场 驳斥了美方无理指责 当天共有100多位联合国会员国和国际机构代表出席 马昭旭表示 对于贸易战 中方不想打 不愿打 但绝不怕打 马昭旭说 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平稳增长 呈现积极向好势头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一定影响 但完全可以克服 中国有信心 有能力抵御任何外部风险和挑战 与会各方积极评价中方举办此次吹风会 认为非常及时 有助于各方了解中美经贸关系 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的真实情况 各方均表示 中美经贸关系对维护世界经济稳定意义重大 支持通过平等协商对话解决分歧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